10月24日周六晚,由澳大利亚大洋周文联主办 大洋传媒集团影视工厂新艺术工作室承办的澳洲生活秀 2015首届华人视频金像奖颁奖典礼 在皇家理工大学举办 这次视频大赛,主委会共收到视频62部 参赛者有群体探险的90后 坚持弘扬中国文化的博士 电影创作就读生 在海外对前途迷茫的年轻人等 每部片子要求在5分钟内 作者需要将他们的思想及拍摄 利用剪辑技术放入仅仅5分钟的视频内 评委团将参选作品分为三类 生活视频、纪录片以及微电影 主委会本着公平、认真、慎重及专业的态度 反复地评审了每一部作品 最后选出有代表性、有生活气息的 十部优秀作品在当晚播出 经过组委会的评选 陈庆池的酒驾 杨晨的青春墨尔本 周小康博士的半岛中国情分别获得了三等奖 而谢晨晨的清洁工 澳野四驱俱乐部的越过沙丘有人等候 则获得了二等奖 张鹏城凭借岩石摄影作品《流光溢彩》 夺得了大赛一等奖 最佳剧情奖得主是金鸣椅的味道 最佳人气奖的得主是任志芳的《第二故乡》 最佳制作奖得主是邹荣的《飞越澳洲》 此次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方面是丰富了华人的文化生活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中澳两国间的相互理解 适用华人的事业再品味澳洲 活动最后大洋文联主席傅宏先生还表示 让我们告别2015 明年我们将用红地毯迎接大家 此次获奖的视频 我们都能在大洋传媒集团AU123视频节目 Channel C 澳洲华语台 优酷 YouTube 腾讯 及国家机构 ABC 官方微信等处观看 因为这里吃得了 program呀 中澳链油 我也有太牛肉 但它是电他最好的 也是个人确非 支持明年平台 自分的状态 都会负轶